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跑跑圈 难怪谭松韵一直穿长裤拍戏 当他穿运度短裤夜跑时,腿型过于真实 说起谭松韵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十分熟悉 毕竟如今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而且自带很高的热度 毕竟出演的《已家人之名》正在热播中 大家对他饰演李建建的角色特别喜欢 在剧中他和林霄以及贺子秋的关系错综复杂 最终成了自己的幸福 他选择了和林霄在一起 对此,子秋也愿意送出祝福 可以说他活成了很多女孩都羡慕的模样 而仔细看过《已家人之名》的网友会发现 谭松韵在拍戏的过程中一直都选择穿长裤 虽然整个服装看起来会十分舒适 但是体型完美又销售的他 从来没有展现出自己身形上的优势 因此网友一直猜测其中的原因 而当在剧中看到他和哥哥一起穿运动短裤夜跑时 才发现谭松韵的腿型过于真实 而害怕网友发现这个缺点 所以才选择长裤 其实谭松韵自带娃娃脸 虽然体重不过百 依旧给人一种非常圆润的印象 再加上身形属于五五分 显得十分娇小可爱 他与我们印象中身形挺拔 又鲜瘦的女神形象大有不同 而他在剧中是一个爱吃甜食的姑娘 所以腿型在镜头前会显得很圆润 不想暴露这个缺点的谭松韵 才一直要求造型师给自己设计长裤的服装 不得不说他也是很重视自己的身材比例 更是在意网友对自己的评价 要知道身为李远远 不仅仅要拥有精赞的演技 形效也是特别重要的 这也是在影视圈中走得长久的条件之一了 而谭松韵生之年轻人是以瘦为美 对体型也有严格要求 才不愿意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由此可见他还是非常自卑的 其实小编相信在粉丝看来 谭松韵是一个很有魅力 而且非常有气质的女演员 反而不要那么没自信 毕竟在大家心中 他就是独一无望可替代的女神了 任何一个女孩子站在宋威龙旁边 都会显得娇弱无比 谭松韵也是如此 就算是她穿着长裤子也是同种风格 因此不管穿什么 都不会影响在网友心中的印象 当然腿为是粗是细 都不能成为评判一个演员是否优秀的标准 我们应该把所有关注都放在她的演技上 这样对谭松韵才是最公平的 那么你们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呢 谭松韵刚和林霄分开 转身就跟牛俊峰搭档 网友收视率稳了 谭松韵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最近和宋威龙合作的 以家案之名是很高的收视率 大家对她的表现也十分满意 其实在剧中 李健健和林霄最后走到一起 两个人也经历了谭恋爱的过程 跟这么帅气的新人搭档 也算是谭松韵的幸福 要知道两个人在生活中 仅仅是姐弟的关系 但是同框时却没有为何感 而宋威龙又是不少人心中的男神 一时不知道该羡慕谁了 而以家人之名剧情结束 谭松韵刚跟林霄分开后 转身就和牛俊峰合作 两人搭档的亲爱的 麻洋界这部剧虽然还没有开播 但是已经很受人欢迎 甚至在网络上传开 其实演员振勇还是特别强大 除了谭松韵和牛俊峰 还有许卫周三个人 都是很有实力的演员 而牛俊峰年纪小小 演技却十分精赞 完全可以与实力派一人相媲美 两个人虽然之前没有合作 但是这次搭档可能会插出不一样的火花 再加上牛俊峰帅气又魅力 时间和关小彤合作的二十不惑 很受大家的认可 对于她的演技和表现都十分放心 而这次和谭松韵搭档 虽然仅仅是男二号的角色 但是结局却非常美好 这也是唯一一部女主和男二最终在一起为结局的电视剧 其实题材还是十分精盈的 因此网友非常期待 而仅仅看到官方的宣传图 就十分期待谭松韵的表现了 希望她不会让大家失望 跟牛俊峰搭档更是会展现出不一样的自己 想必等正片播出时 热度不会比以家人之名低 并竟她的实力不容小觑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